今天,2017年6月11日 《芒向編輯報》 有我,Raymond Wong 家燦生 真BC 好,我們開始了 今天要講的都有幾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是什麼?家燦生 家燦生 家燦生 今天有幾個題目要講 第一個題目是什麼? 今天第一個題目,當然是 新鮮滾熱辣 真BC去了英國大選 沒錯,我這次是特地回去歐洲 其實我不是在英國投票 這是一個故事 脫歐之後的小故事發生在我身邊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我利物浦的小學同學 之後他跟一個捷克裔的德國女孩子 住在一起很多年了 已經有三個小哥 就是因為這次Bress之後 他就想一想 現在我還沒有德國護照 因為他們都是住在德國的 他是住在做一些 Graphic Design之類的事情 之後他就這次趕快趕著回去 就是趕快跟這個Girlfriend結婚 因為他就要申請得最好 最好就盡快申請德國籍 因為如果硬脫勾之後 真的沒有人知道什麼事 就是這樣 之後我們參加完婚禮之後 就一起去投票 我們又見到很多很多十八九歲的年輕人 我老實說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就讀完高中 很多人都想去Gap Year之類的事情 去歐洲其他國家學一下 比如我有親戚在西班牙學pastry 也有親戚在法國學主餐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英國以外打工的人 要麼就很年輕 要麼就像我們這些 讀了一點書 覺得在英國就想出 即是在一些跨國企業做一下工 找些經驗之後 可能以後回英國更加 更加好 然後我就在投票站 都訪問了幾個年輕人 我就記下了他們說什麼 有一個年輕人就說 I'm tired I'm worried I'm upset This is nice I'm scocating of EU And that is just a protest road And that is uncertain of United Kingdom's future 之後另一個年輕人呢 他就跟我說 The young people just too young to vote So that is absolutely unfair 之後他就好像 很多本土派一樣 隻眼睛看起來很入爐火 You guys snatching away our future 之後他就再說 19 Euro has more of a say in the rest than we do 之後他就說 You guys want to take away our future Something like that 即是他們呢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上次梁天琦 那次補選的 其實呢 都很多年輕人 我覺得呢 都有一點點心態 即是其實頭梁天琦 你們有沒有覺得 其實不是全部本土派的 有些就是好像這個 香港和英國倒轉 英國呢 是那些老人 就是 但是呢 香港呢 就是那些 年輕人呢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什麼 就是抗議票 是的 就是抗議票 即是他們沒有想過其他的 因素 他們就是想說 我就是不滿意 其實呢 我想這次的英國大選 很多 即是當時 十七歲幾的人 就沒有機會投 現在有機會投 他們很多跑出來 如果你有留意 BBC或者 The Independent 是什麼 獨立部 是嗎 獨立部 是的 他們都會 是說呢 今次的年輕人 投票率是比任何一屆 都要高很多很多 因為他們真的受夠了 他們覺得 即是 好像香港的年輕人 他們覺得 那些老闆窟 覺得自己是老闆窟 之類 所以他們今次出來投票 所以 今次呢 這個Swing 即是 由 由這個 保守黨轉了過去 工黨的票 是多很多 從Tory 是的 到Labor 是多很多 這個Swing率是十分之高 即是 可以說 英國的世代之爭 肥亨祥喜歡這樣說 世代之爭 沒錯 但是有不同呢 就是 其實 英國是一個正常的事 香港是不同的 因為 你記不記得 大肥也說過 香港的本土派 就是跟 我們外國的 Conservative 即是那些保守人 是一樣 是比那些 是很保守的 香港的本土派 極右 但是呢 英國那些 年輕人 即是年輕一點 好像我們這八九十後 他們就會 即是 這個世界 就想開放一點 想出去見識多些 但是那些老爺 當然想躲在一旁 尤其是那些農村那些 所以 這次大選 我就看到 其實 都是一個世代之爭 還有 很多Baby Boomers 他們都是活在過去 好像我們上集說的話 他們都是 老實說 他們是 二戰之後的 可以說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們想的東西 還有他們看的東西 可能會被我們責 因為他們 賺錢 賣樓 都比我們容易很多 其實是的 沒錯 但是 但是有一個 很不同的地方 即是香港人 他們是 怎樣說呢 他們是繼續懷念 這個 即是香港的八九十後 他們是繼續懷念 他們小時候的日子有多好 他們不是看將來 而在外國的年青人 他們就是 他們向前往 他們覺得 其實 過去的 prosperity 如果要延續的話 你的地方只能繼續開放下去 就不是 即是完全不同 就不像香港那些人 香港其實本來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現在他們 本土派 他們想 將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變成一個封閉型的社會 那麼 在外國也是 在外國 其實 年青人 跟老人家 就倒轉 那些老人家 就很像香港的本土派 只是想一件事 就叫做 Good old dates 就是 以前有多好 多舒服 現在就多了這麼多移民 馬Q返 雖然 那個國家是有錢過以前 但是 都不是比以前 他的生活 即是 這件事很奇怪 中國也是 是葛德 是葛德 如果你看看中國 那個情況 就會很明顯 中國其實 如果他是 回到以前那種鎖國的政策 其實中國人是不會想的 即是 跟現在那些 在外國的八九十校 是類似的 看東西的方法 就是 如果全世界越來越開放 有的就是機會 大家就可以試一試 沒錯 但是 我 我 我是這樣看 不好意思 他 怎麼說呢 香港是很特殊的 因為 他 大陸下來的那批人 利用了 因為你上層 好像六八九那班的人 包括曾蔭權那班人 利用開放這個名字 引入了一批大陸的人去換裝 我稱之為換裝 將你以前由香港人 年輕人說我要關閘 如果你說我們是向世界開放 而不只是向北方開放 他不會走到那麼幼 但是問題是 整個社會 由傳媒 由政府 看到社會 說壞些 連那些 所謂社工都是向北 走 既然向北走 就叫開放 我寧願不開放 因為我原本是要面向世界 你就借開放的名字 然後向北方開放 而阻止了世界 既然是這樣 我不要開放 應該是這樣想的 這個問題 這個看法是對的 但是香港其實一直都不是 如果你看回 從70年代到90年代的時間 其實主導香港的是英國佬 華茲是有錢 但是華茲真正有錢 譬如70年代的華茲不是真正有錢 即他是過了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佬想著撤退了 要撤退了 這樣才是用華茲去添了那個 void 其實一直都是英國佬主導 但是華茲主導完之後 華茲看到可以繼續延續他們富貴的方法 就是向北方靠攏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華茲在海外做生意的經驗 實際上賺到錢的人是很少的 即是你看他們 他們本身的視野是很窄的 即是除了李嘉誠之外 是完全沒有一些 李嘉誠都輸 老實說有幾壇都輸 尤沙是嗎 尤沙是暫時輸 但是如果你想回 即是他最初買的時候都是輸 但是他有一段時間贏了很多 那你不可能經常都贏 即是你好像韓國佬那樣 即是他選到現在都要輸 那他現在其實又是一個反撲 那即是說回轉裝的問題 即是香港如果你承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裝裝是一定要轉 即是中資會佔佔了大部分的經濟總量 即是你看到以前 譬如以前在香港的銀行 那可能就是英資的銀行是最大的 那可能有一點小小的華茲銀行 即是我的意思是華茲就是李國寶那類 即是東亞那些 大新那些 那你看到現在 基本上是中國那四大行 的佔的份額是多 比以前很多的 你看一下 即是以前可能有些什麼 南洋商業銀行 廣東省那些銀行那些 其實都是小銀行的 就算你是中銀的話 他們佔的那個市場份額 都是很小的 即是其實是用了20年 即是差不多用了20年的時間 去將整套東西改變 其實你香港人可能 如果你住在香港 你不覺得 即是有些人就會不覺得 但其實整套東西是慢慢轉變 那其實你作為香港人 如果你打算留在香港 你是要適應這件事 嗯 對 即是你不可以繼續封閉自己 即是如果你繼續封閉自己 即是如果你繼續封閉自己 反而你連跟大陸人的競爭都贏不到 即是如果你是 這個對 是的 因為如果你封閉的話 你只是騙自己 即是像鴕鳥一樣 挖個洞 把頭放進去 即是很多香港人 現在那個 即是和本土派 主要是本土派 他們的心態就是 我挖個洞自己 埋個頭去搞定 其他東西不用管 嗯 但世界不是這樣 世界 旁邊的世界 不斷 其實現在個個都是不斷 北望神州 如果你是 以賺錢為你的人生目標 那你一定要向北望 這個沒有辦法 是的 但是究竟 除了向北望之外 有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都是有的 那你 不過 那你就要去 去 執行一些 不是主流社會的思維方式 即是譬如你 不要看錢看得不重要 因為香港主流的人 是看錢看得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不是看錢 即是你如果是 要做一個清高的人 你要離開 即是主流的思維方法 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其實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 而本土派最可惡的地方 就是他們本身 不是一些 是道德上面 特別好的人 即是他們不可以 有一個 真正的 alternative 給大家 但是他們就在這裡 銷售一個 沒有可能的 alternative 即是 好像陳雲說的 那些什麼 和中共合作 你就可以安穩自治 其實那些 你聽一下就知道 是不可能的 不過 他們就照樣 即是在這裡銷售這件事 即是好像鄭松泰 那樣 其實他們明白的 就是主流的普羅斯文 是很笨的 你知道告訴他們 鄭松泰自己說的 如果他爆了出來 是 是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剛剛 義德台仰來了 你好 大家好 突入 突入 是 我還想說 就是 既然 你是當中共是敵人 那 你是不是應該 有一個 鬥爭心態 和中共 鬥 或者 我就當你 我就當你的市民 都是你的敵人 那你是不是應該 學好自己的東西 尤其是英文 是不是應該 學好一點點 我覺得 我自己 又曾經 教過IELTS 就是教一些 國際英文考試 其實我覺得 我這幾年 我看著大陸的留學生 英文是進步得十分的快的 這個是真的 就是你不可以不承認 香港人 尤其是90後之後的英文 是差了的 雖然你可以說 他是什麼母語教育 搞和了他 但是如果你知道 問題所在 為什麼你不去改正 或者自己再學好一點 和他們競爭 打低你所說的 什麼 什麼 什麼什麼 這個絕對沒錯 絕對沒錯 是啊 我跟BC講 因為其實香港人 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們很散佈一種失敗主義 就是說 大陸這樣太山壓頂 我們撐他不順 我們就 就 前路茫茫 沒有路我走 就是 其實 東方同學 你這種失敗 東方同學會推銷這件事 一邊就是 不是 每天 是 新聞日出說 哪個小孩想自殺 整個氣氛都很負面 就是搞到 線程嘛 要賣紙嘛 而另一件事 你看看無線的司拉劇 你就明白 每個人都說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突然有個大陸佬扔水 耶 很多都是這樣 你留下 他們是這樣 他們是要 因為電視是文化的一部分 其實他們很明白 中國很明白 你不會 一般人不可以在大陸開電視台 沒可能 其實他也 不會 但你不會容許香港有一個 獨立人開的電視台 是散佈一些 譬如說 你靠鬼都會 反而有多些機會 他不會說這些 就是他們是一個文化 我看最新的那套 什麼東西呢 《人民的名義》 最後那一集 這是國內很出名的電視劇 基本上在這裡說 都很輕的 是說打貪 他最後那集 就是說 他整個故事就是 由一間廠 被貪官賣了出來 抗爭引起 整個省那些人被人拘捕 最後那間廠 就說他 因為說做A貨做得好 跟那個鬼佬公司和解 那間鬼佬公司就說 你這間廠的貨很好 我決定給你所有訂單做 那間意大利廠 就是那個故事 他大陸的故事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就是靠英國、美國那裡做生意發達的 他的企業和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香港那些 哇 搬了大陸回來扔水 好像看那些外回家 哇 曹總 那些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留意一下 基本上 整個香港社會 是好像董偉小寶那樣 擦鞋 香港人沒有做實業很久了 香港人沒有做實業很久了 這個就是中文 沒有 香港人 炒股炒大陸 誰說 剛才還沒說完 是 是 是 炒股炒了這麼多年 賺快錢容易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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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大部份經濟體系都是金融服務為主體 金融和服務兩個加起來 通常在發達國家最少佔八成 香港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香港的經濟為何會看起來這麼單一呢 因為它是一個city state 基本上是一個city state 你看到新加坡它只會很單一 它不能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除非政府有計劃去扶持一些不同的產業 否則那些產業是不可能生存的 老實說,我是這樣看 香港政府賺了這麼多年快錢 它根本就不想 而且可能共產黨也不想你這樣做 因為你用了金融業的話 你如果可以生產自己的產業的話 你就不會靠我的 我會吸不到你的資金 即是我看世界零距離的 它找幾個歐洲小國 譬如說什麼 瑞典啊 瑞典啊 或者什麼伊士登 我不記得了 在瑞典旁 是呀 列治敦斯登 是呀 列治敦斯登說賈牙最出名的 其實你只要 你只要有一門東西 是很特別 大力投資下去 世界少有的 你都有機會 好像加拿大有一個省 不 有一個城市 它最出名 就是做同位數 核能同位數 原來這個同位數 就是全世界佔了六七成的X-ray 都要用 不是,磁力共振 都是要用同位數 就是由加拿大這個振仔出產的 那就足夠了 這個層次 是呀 如果你香港能夠做到的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香港政府不會這樣做 香港政府 整個城市都是這樣的 是 那你沒辦法 所以那些香港留學生 讀的 我知道 我前大學教授 讀的都是 Marketing 就是我們西方世界 看來是沒有教育的 就是Marketing 還有Finance也有一點 之後還有那些 什麼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就是那些 其實不用有讀還是沒有讀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都在 不是,阿媽 沒事的 他們聽到回來 讀這些好 那阿媽叫做讀讀 其實拿一個學位 其實讀 Science 那些很少很少的香港人 Science Engineering 基本沒有 現在基本上 港大都 連這個 物理 都取消了 即是 As Major 都取消了 即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專攻物理的 都不行 那其實是 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 其實你看到那個 大學 其實本來 原意的大學 就不是出一些 可以馬上用的人才 其實大學出的人 是 使得社會 會好一點點的原因 就是 大學出的人 就是想法那方面 是會 從一個 高一點的 考量的角度 去看事物的 其實原意是這樣 但是 現在香港 其實基本上 它不是 它不是做這件事 它不是教育人 它是 只不過是生產一些人出來 可以馬上放進去 社會 給那些生意佬 應用 即是給那些 employer去應用 那變成了 社會的結果 就會很不一樣 它是要奴役你的人 我要奴役你 你看 李國章 現在拿大 那些 李國章 恨你港大 恨到你死的 那些賤人 你沒有辦法的 我是要毀滅你廣大 我知道怎樣可以毀滅你廣大 我毀滅了你廣大 你以後用的公務員等等 就不會再由你廣大出 會由北面請一個人下來做 擺明它現在要換血換裝 它是要香港本土的人 只是做回中層管理 金融啊 中層管理 最盡就是中層管理 你就不可以再上 即是它是上層的人 一定要是自己的出品 即是好像崇泰 他都要去北大 即是躺一躺金 這樣才回到香港 其實崇泰這件事可以講詳盡一點 因為崇泰這個人是很可疑的 即是他根本上 完全不是你想到的熱狗那麼簡單 有太多人幫他貼金 即是這個人 其實我們可以找一集詳細說一下這個人 不如說一下芒果佬 芒果佬這樣 這樣掛翻臉就掛翻臉 掛什麼 出盡仇斯達 那群掛黃陽達 你們怎麼看 其實沒有的 急芒果佬他讀壞書 他讀歷史的 他基本上是當自己皇帝這樣做 一直都是 其實 毛澤東他當自己 毛澤東是當自己皇帝 所以芒果佬也是當自己皇帝 是啊 是啊 我認為 其實他就是 等下面的人 其實一直都是 等這個咬那個 那個咬那個 其實是等下面的人互咬 他坐在上面是超現的 但是很奇怪 好像受害者一樣 他永遠都是那句 他最後出手的那句 就是說 你搞我的老婆 你搞我的兒子 我跟你死過 他一出到這句 就沒有玩過 他就嚇死你了 打個老婆 真的每次都是 過不及妻兒 是啊 過不及妻兒 之前有一句 就是說 出那句就是 拼地爬山 各自努力 他在那邊這麼罵人 然後 五過三個月就說 你搞我的老婆 你搞我的女兒 我和你 搞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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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我的女兒 其實 芒果佬 也是浸淫了 在他風光的時候 其實 其實他最風光的時候 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左右 就是2000年 200幾年 還沒做 社民營 還沒做社民營 還沒做社民營 他有幾份 幾份糧 報紙也有寫 電台有地盤 那時候 他是他最風光的時候 也是老蕭 老蕭被他做上市公司主席 那時候是 最風光的 他是不斷地 這段時間的事情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 目標 都是去到他最風光的時候 其實他 為什麼他會做本土派呢 其實就是 又是跟其他本土派的人一樣 就是懷面過去 他是不會看將來的 這個人 所以你如果跟其他人 其實只會搞到香港更加PK 你個個都向後望 其實那個世界變了 你旁邊的世界 現在不一樣了 你如果是 要生存到 在未來這10年 甚至20年生存到 用芒果佬的方法 是沒有運行的 一定 一定沒有運行 是的 應該就是我 但是有件事 但是你不能夠不服他 他每次用這一招 都有一班人 會相信他 我是唯一的例外 那一刻很厲害 就好像 他捧了陶君恒 那人打那個 叫什麼鬼 路永樂 是 陶君恒我相信他 好了 到他捧 馬草黎 馬草黎 馬草黎又會相信他的 其實沒問題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他每次捧那個人 其實 實際上 都不是他核心 的班底 來的 是的 但是 都是一個 隨時可以 扔走的旗子 可以踢他下來 可以是棄桌 但是那班人 又會相信他 會相信自己 唯一的例外 那一刻真的 不到我不服 大哥那麼多 我不清楚 但是 黃洋達的個案 我覺得黃洋達 我的看法 跟Tony很不一樣 就是 我覺得黃洋達 其實是 比較吃虧的 就是他 一直付出的東西 可能芒果佬 都是沒有足夠的 這樣 複製他的 就是我認為 當然黃洋達 也是一個契弟 他下面那班人 就是 付出 為熱狗的付出 黃洋達 也沒有 相信黃洋達 如果不是法國佬 那些都不會 反面 對吧 但是 但是 究竟 究竟 哪一個是 Lexer Evil 呢 我就真的認為 黃洋達 是Lexer Evil 因為 芒果佬 他 那個 底子太后 即隨時 東山再起 或者鹹魚翻生 都是可以的 黃洋達 其實 我想現在 他很快就收棄了 他當事 就算他當事 名義上有一個議員 鄭松泰 但是那個鄭松泰 不是為熱狗的 他是為自己的 應該說為某一方面別人 是 是 這句他經常說 歷史在笑意 哈哈 沒有辦法 是啊 但是 他經常說 就是想他離開 你還得了錢 給你 是 是 他現在什麼融共與清黨 其實就是說 傻根 就是現在就清掉他的人 和阿達 但是 但是 其實 其實 仇斯達 就是芒果佬 什麼 白手套 那些東西 其實 你想想這些東西 都是 都是 MyRadio那邊的人提供的 我想都是 熱狗裡面的針 你想想 芒果佬過了很多職員 給史松泰 那錄句音 其實用什麼 李慧儀也錄句音 可能是阿近做的 老實說 我絕對相信是阿近做的 現在你說是他做的 我不驚奇 這個東西 反而老蕭 老蕭都說 什麼什麼 我推以及吃 我記得他那句 但他竟然騙我 我最討人騙我 哦 老蕭自己也騙不少人 即是 講句 fair 這句真 這句真 但是 老蕭想不到 他被一個傻仔騙到 阿近的人可能 阿近應該不傻 是 他的誠苦 比我們所想深 當然 他口齒不清而異 他的口齒不清 苦苦無犬子 他爸爸那麼厲害 他不可能這樣 其實 他一定有些特場 我們是不知道的 好 這節差不多 是 這節差不多 下次再繼續講汪國佬 好 好 好